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想要回复一下 非常担心我英文的网友留言 拜托,你英文发音真的很糟糕 就不能好好读一下女团的名字 韩国人发音都这样 你他妈的韩式英文发音真的听不下去了 都去加拿大的英文发音还这样 Anti-Precise,你念的是什么东西 跟上面那个留言是同一个人 韩国人发音都这样 韩式英文发音 首先需要给这位 没大脑 不要这么说嘛 什么叫韩式英文发音 什么叫韩文外来语 首先韩式英文是这样的 哦,how you doing? 哦,pine,thank you and you? where you from,bro? 哦,哦,哦 I'm from Korea 哦,Korean so why do you study English? 哦,because I want to speak very very good very very good 将所有英文都读成 这叫韩式英文发音 那什么叫韩文外来语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麦当劳汉堡可乐 在韩国麦当劳叫我们Begdonald 汉堡叫Hamburger 如果今天一个韩国人说 你能说人家英文发音不好 韩式英文很难听吗? 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今天你说 我今天去麦当劳吃了汉堡喝了可乐 结果有韩国人跟你说 你的英文发音真的很糟糕 你他妈的中式英文太难听了 等会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跟他说 对不起我错了 我今天去麦当劳吃了汉堡 喝了Cock 这样吗? 从消失的那个频道开始 有看天剧影片的老粉们应该知道 我在频道初期曾经问过大家 韩团名字 歌名 韩式名字 是用韩文读比较好 还是用中文读比较好 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是希望 是以平常在韩国影片里看到的 韩国人读的方式来读 所以我就开始在所有影片出现的 团名 歌名 韩式名字 都是用韩文来读的 就像 而如果只是使用英文的团名 也是会使用韩文外来语来读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就像这位说的一样 我的英文目前确实不是很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来加拿大的理由 而你呢 如果连韩式英文发音 韩文外来语都分不清 还在那里 的话 会很丢脸的 人不可冒相 人不可不懂装动 脑袋不是装饰品 虽然我知道这些话 对那些算命们是 正常人听懂就好了 con 什么 nuggets